Hello 大家好 今天黄思拉厨房想介绍一款非常美味的汤水 这个汤水可以帮助我们烧薯、去湿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补充骨胶原 材料方面首先要一些黄豆和生意米 我们用水浸它 它们每样是30克 另外4粒干饶柱用水浸 这些鸡脚我自己是买一些急冻冰床的鸡脚 你可以买新鲜的鸡脚也可以 这些鸡脚首先要先熔冰 然后洗一下它之后 用锅做一些水出一下水 因为鸡脚和冰床更加要出水 当水滚的时候 大概滚多分钟 看到水有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再倒出来清洗干净它 尤其是它会有很多像血水那些 然后又有瓊干水 另外要一只苦瓜 苦瓜又叫梁瓜 它的性质也是属于寒凉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和去毒 尤其是它是可以帮助降血糖 和帮助我们那个胰岛素的分泌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是可以经常吃多些苦瓜做的汤或者是送的 这个苦瓜我们洗干净之后就把它切开 然后刮了中间的核和囊 刮了之后我们又清洗干净它 虎瓜在夏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另外想个汤甜一点 就预测了一些龙眼肉 这里大概是10克左右的龙眼肉 你洗一洗它 然后就放在一边备用 另外这个苦瓜我们可以切头切尾 你切的大小方便你食用就可以了 又不用切得太薄 那好了 虎瓜又是放在一边先 接着我们就煲3公升水 这个份量是3-4人的份量 水滚 我就可以将材料放下去 放了一些龙眼肉 这个是苦瓜和鸡脚 你可以放下去 另外刚才浸了一些黄豆和一些生意米 浸它半个小时以上 接着就拿出来 又是放下去煲 黄豆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也有二黄酮 所以其实对我们的脑的发展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干瑶柱呢 我们就连水一起放下去 干瑶柱呢 又是可以滋阴补腎 而且它也是很鲜味的 由于我这个汤呢 你见我是没有落到猪肉的 只是一些鸡脚 所以干瑶柱呢 在这个汤里来说 它就扮演一个很鲜味的角色 当这个汤再滚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转小火 然后就煲多它一小时 一小时后呢 这个汤就完成了 你看一下这个汤呢 是很香的 因为我在外面已经闻到的汤很香 还有呢 它也是很奶白色的 那这个汤呢 就除了好味之外 它的骨胶原也是非常丰富 而且呢 由于它是苦瓜煲的 是可以帮助烧暑的 所以现在这个汤呢 就非常适合这个时候饮用的 那这个汤呢 那这个汤呢 又既简单又好吃 那你们不妨试试啦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channel啦 那我又欢迎你到我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